吃货 有啊 玩家 在这 达人 这是我 我是吴怡沛 邀请你一起探索迷人的小日子 青春有主见 他们最亮眼 POP有够近 吃喝玩乐最有近 今天是11月25号礼拜六早上10点钟 欢迎再度回到第二小时的 POP有够近 我是怡沛 你知道很少 有我自己去看了一个作品之后 我自己在跟自己打架 而且我也不是很确定说 我自己这样的价值观到底对不对 然后一直在头脑里思考很久 然后回家之后还发了一篇文章 而且不是什么业配文 也不是什么导演跟我说 你去发一篇文章 都不是 是因为我就看完之后 心想说怎么会有个电影 可以让我思考这么久 这个电影就是老狐狸 好我们今天真的很开心 在现场可以邀请到两位 今年金马场都有入围的 郑重来邀请的就是我们的导演 萧雅全导演 一配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老狐狸的导演萧雅全 好导演恭喜你 今年有入围最佳导演 然后另外一位呢 就是今年也是靠着老狐狸 这部电影当中入围的 今年金马场最佳 女配角的刘亦儿 欢迎 大家好 我是刘亦儿 谢谢导演 谢谢一配 谢谢大家 好今年老狐狸入围了七个大奖 其实成绩 入围的成绩 导演 你要说 是不是其实蛮开心的 打从心里藏不住的效益 开心 但感觉应该要入围更多 但这是评审的 为什么刚才还没开 那时候不是这样讲的 这是评审的决定 我们接手 很开心 你知道我因为要访问两位 所以就先看了这个电影 然后看完之后 我就一直觉得 头脑里面的那个思想 一直不断的在拉扯 然后久久没办法散去 就是这件事情 已经很久没有在我头脑 有这样的拉扯出现 导演这部老狐狸的电影 是在讲一个什么样的故事背景 还有你想要传达的意念是什么 我想要谈的 我们先说抽象一点点好了 我想要谈的是同理心 那回到每个角色身上 他可能都有一个选择的过程 这可能是我的 我对人生的一个观察之意吧 也就是说同理心这个东西 也许我不敢说 他是不是先天就有 或者是一定要透过后天的教育才获得 但我相信他在每一个时刻 每一个人应该都有选择的机会 选择要或不要 如果您看完电影有这种感觉 我会很开心 我如果看完电影会一直拉扯 那到底是我是属于 你在电影里面的哪一种人 或是你想要讲的那一件事情 因为我一直觉得 就像如同导演刚刚讲的 你想要传达的是同理心 我从小一直被教导的 要对别人有同理心 可是我就是因为看了老狐狸 我一直在 有点左又有点右 我不确定这件事情到底是不是对的 或是这个价值观到底 在现在这个世界上 能不能运行 首先我不是一个导师 也不是一个 我以为你要跟我们来心灵教导 对对对完全不是 我不是这样的性格 我也不是这样的人才 所以我一定没办法回答你 你是哪一种人 但我觉得如果你在看电影之前 跟看电影之后 有一件事情开始烦恼你 那么这部电影 想沟通的事情 可能是有成立 很好 有烦恼我 我烦恼了一个整个礼拜 直到今天见到你 我很想道谢 也很想道歉 对啊 你想说你拍一部电影 然后让我烦恼了一个礼拜 这是对的吗 我觉得很抱歉 但是又很开心 又很开心 好像这个对话 有启动 好像跟观众之间的这个 对话有发生这个可能性 这个我会很开心 亦尔我待会让你多讲点话 我先让导演把整个故事的内容 那你这故事是怎么铺陈 要讲的是同理性 那这个故事是怎么开始 怎么铺陈 然后亦尔在里面 饰演是什么角色 我一开始是因为 我觉得这个不止台湾 就整个世界 现在这种所有的这种阶级的矛盾 其实都是一直在扩大的一个时代 形形色色的阶级 不论是政治上的 性别上的 经济上的 政治上的 种族上的 我们知道因为如此 所以有非常多的作品 也都在碰触这个题目 那我也在想 如果我对这件事情也非常有感 我会常常接到我的孩子 对我的主多的发问 那件事情你怎么看 这件事情你怎么看 有这个吗 没有那个吗 公平是什么 我又不想向我的父母 胡隆回答我们 就是说 哎呀一长大就会知道 什么什么的 我也想硬碰硬 就是说我去 如果我面对这个事 我自己又怎么看呢 那假如我要谈 同样这个题目 我给的建议 而不是答案 我的观点或者我的建议 有可能会是什么 我后来想 同理心是很关键的一件事 我不会那么天真浪漫 说同理心可以解决阶级 这个问题不可能 我可是我大概相信 就是说 失去同理心会扩大阶级矛盾 我大概这么认为 那因为如此 我想谈这件事情 我觉得好像每个人 每个时刻 其实都有一个选择的一个机会 一种可能 我回想台湾整个这个叫做经济的 扩大的那个起点 好像在1989年 是 所以就把这个故事背景 设定在1989 没错 那是一个台湾前 烟角木的社会背景 时空背景是这样 我们开始 这个前开始烟角木 是稍微再更早一点点 就开始这个选项 就一直在发生 可能跟87年台湾 解研之后很有关系 87年解研之后 我们的很多法规变了 不论是金融的 不论是投资的 出现了非常多的 其实讲出来那就是股票 就出现了非常多的 投资的这个工具 那一刻呢 我们的贫富瞬间的扩大 我自己因为也在 经历过那个现场 所以印象非常的深刻 所以我想发到 拉回那个时刻 摆进去一个10岁的孩子 这个10岁孩子 就是白润因演 就是白润因 因为10岁11岁 在我自己的观察里面 都一直是一个人的价值 建立的那个最关键的那一刻 好像说的启蒙 种种的那个 很微妙的那一刻 所以如果在那一刻 放进一个10岁11岁的孩子 会什么可能呢 会发生什么样的这个冲击呢 这就整个故事的这个缘起 然后呢 白润因的爸爸 就是刘冠廷演的 我自己形容说 那是原型是我的妈妈 但有趣的是 一儿他看了那个本子 他说那是他爸爸 冠廷看的那本子 也说是他爸爸 然后猴子坚 我们的作曲 看了这个故事说 那个是他妈妈 刘冠廷那个角色是我妈妈 刘冠廷那个角色是你妈妈 是我妈妈 对不对 我妈妈就是这个样 是 所以我后来相信这件事 其实不是我妈妈 她是一个千百张脸孔吧 她就是一个时代的肖像 那个 那个那个时代是互相 教育彼此 价值观是这样 没错 不管你的父母 不管你的兄弟姐妹 彼此是这么的 在建构一种价值观吧 所以他才会出现那种 共通性 那冠廷就是要 就是这个icon 他就是要还原 那个时候的某种的 被大家共同记忆的 一种脸孔的一个人物 你知道我看到这个电影 在中间的时候 我记得是 有一幕是 冠廷那个时候 他太太还在的时候 他抱着一个小孩 在那个电梯里面的时候 那段话 各位听众朋友 你们自己兴契院看好不好 我不能爆雷太多 总之就是 那一个画面 让我觉得好冲击 就是我们这么 关心 关注别人的感受 然后所以 然后呢 所以在面对 今天有一个很好的机会 在我前面的时候 我到底是要自己把握 还是要留给别人 对 对 这是我在整个电影看完之后 我很难说我有什么答案 我也是 我也是 我其实设法 我不喜欢自己的作品 怎么说 宣称说我只是把现象 摊开给各位看 然后 然后我没有资格 也没有能力做任何的这个评断 我其实不喜欢这样处理自己的作品 我总会觉得 我还是要有一定程度的做出我的表态 或者是我的建议 我懂 我会这么做 我在这部电里面我也这么做了 我在这片尾我有一个小小的代表我内心的一种发言 也容我今天不说 不可以爆雷 大家自己进电影院看 我还是有点 那个很重要 那个ending很重要 我还是有点想设法说出一点点 我对这件事情的一点提议 你知道我为什么觉得 逸儿在这部电影里面非常的亮眼 原因是因为 这部电影其实整个步调是慢的 他在谈的人生到底其实是有点沉的 但是逸儿在里面突然觉得 你是里面唯一不太沉 也比较亮的人 你走路的方式 说话的方式 然后你的笑容 跟你在里面穿插的那个点 就是跟这个电影的痛调 就是让这个电影有一种活络 跟再往前走的感觉 我喜欢你这个角色 你待会广告之后来了 你干嘛一直很害羞 他在那边摸脸摸脸 很害羞 你回应一下好不好 在这个角色里面 以及就是 你有为这个角色做了哪些功课 我知道你做了蛮多 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今天雨天 每一天都想你 Hug Radio 是我养记 就一起 在一起 青春有主见 他们最亮眼 POP有够近 吃喝玩乐最有近 11月25号礼拜六早上 10点钟 欢迎再度回到 POP有够近 我是宜佩 电影老狐狸 在今年金马奖一举 入围了七项的提名 在我们节目现场是 入围导演的肖亚全 还有入围女配角的刘逸儿 好逸儿 你在老狐狸 这里面的电影里面 演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她的名字叫林真真 她是一位秘书 秘书 秘书啊 她是谢老板的秘书 那她以前是一位舞厅小姐 她是被谢老板带出来 变成她秘书的 她就是一个温暖的人 她对谢老板很忠诚 她对廖介 有母爱 就是白瑞英四眼的弟弟这个角色 那对冠婷 四眼廖太太这个角色 有一点点情愫 对她必须要八面玲珑 的一个角色 哇 其实秘书这个角色 是一个形象很鲜明 而且你一出场就很吸睛 因为你走路的样子 你去收房租的那个姿态 其实都 我觉得都还蛮还原当时 以及秘书这个人的存在 你那时候去做了 什么样的功课吗 哇 我要先说谢谢 因为 因为谢谢你有看到 我确实 我看很深入 好不好 有够深入的 然后影响了自己的一个礼拜 我自己是 因为我很清楚 她跟我有非常大的不同 你本身的个性是怎么样 跟你在演流 那个林真真 这个林毕书 有很不一样 她都说她自己是色恐 你有社交恐惧啊 但她就开始 你先让我好好把话讲完 你先不要呛我 你刚刚讲话我又没有笑 我会想要看导演演员吵架好不好 没有啊 对 因为确实我比较 可以说是比较算原始人 你比较与世隔绝一点 对对 我工作 如果有时间就是 休息要么就是陪家人 要么就运动 但是就回 阿嬷家种菜 就是回南部 就我手机就开飞航 种菜 所有人就找不到我 对 你长了一张时尚脸 然后你只要休假 你就都会消失在城市里 对 我喜欢去买菜 可以跟人家杀家 或是这个什么 地瓜叶有什么多少钱 那空心菜什么的 好不像你哦 所以就是跟林真真 我觉得这个点有点像 因为当然有给我功课 是叫做雅琪阿比 它就算很漂亮 要夜市味 你的夜市味演得很好 很夜市 谢谢 就是那个收账款 还要再弄那个 要用那个口水去沾那个钱 你知道那钱很脏啊 还要这样数钱 我每天那段时间 我在家都一直拿钱去数 因为我怕我不利落 很不像是我每天收房租 所以我每天的功课 其实就是还没开拍钱 当我知道我是林真真之后 我每天都在家里面数 而且我是买假钞来数 那个假钞有点厚 有时候很难数 因为会卡住 我就放一个信封 我可以证明 你看那个信封很厚 我就每天在那边数 然后脚踩高跟鞋 一直走 就是我先感受那个状态是什么 甚至我后来有点 就是觉得我要拼了 我要把高跟鞋带去万里的 导演抱了一条街 廖家门口那个街是封起来的 那你那个在拍摄场 你才在万里 我就拎着高跟鞋去万里 在那边卡卡卡在那边走鞋破 这就是就是我真的是用身体在磨出脚的剪 这样子 对啊把腿练出还是 但是你平常是不太穿高跟鞋的 我一穿上次上次这个九号的手印 我一穿脚子头就流血了 好 我没办法穿高跟鞋 所以我那时候真的是 他在里面林秘书是一直穿着高跟鞋 对所以那时候的我 完全是有点真的是 让他进入我的身体 因为那时候的我 很多我身边都说 那个那时候的我很不像我 嗯 对啊所以因为我调整了自己的体态 包含我的小腿 我有故意去练出练壮 因为我是舞厅小姐 我虽然只说了一句台词 就说啊我以前是舞厅小姐 但我希望把这句台词 让大家觉得它就是真的 用我的身体来表现出来 所以我连语气啊 国语台语各种讲话速度啦 走路方式把整个人就打掉 放空重练 把林真真就邀请进来这样 哦 对所以林真真教会了我很多事情 她教会了我勇敢 又有自信又有魅力 谢谢林真真 而且你知道林真真 她是一个舞厅小姐 是在电影的非常后半段才出现 但是你知道这件事情 其实我觉得我认真觉得 如果我们用结果论来推 往前面推 有点危险 有点危险的点在于 如果刘宜儿已经演了整个电影 一直到后半段 然后突然出现说 我以前是舞厅小姐 那我就会去回溯说 那她所有的姿态 到底像不像以前是舞厅小姐 你完全让我买单 谢谢 但是这个导演在做这件事的设定的时候 其实有点危险 那如果你那时候标出了一句说 我是舞厅小姐 但我就想说 可是前面看着就不是舞厅小姐啊 所以后来我就懂了 我从后面看到那一说 你说舞厅小姐 我就知道你为什么 你会这样数钱 你会这样讲话 你是有点微微的事快 你太懂人情事故了 你太知道这个世界 是怎么样去运作的 你太知道这个社会游戏 是怎么玩的 但是你对于小朋友 还是有很多的母爱 我就觉得舞厅小姐真不错 那努力就会都看到了啦 这个就是这样 就说你揭露在最尾巴没错 但是你其实从头 没错 你就必须要有非相性 对 这个揭露不是一个要逆转任何事 你是要在起头就一直在做这件事 对 那如果说 可是你看到这个揭露很有意思 如果她是 她如果有机会 她可以在一开始就说 她是舞厅小姐 那我们就会follow 这个舞厅小姐的思维下去 可是她是在后面才揭露 我们才会觉得说 这角色很可贵 因为她在一开始就一直在做这件事情 好棒 所以你腿有怎么 大家女明星都是要把腿弄细 你腿要怎么练出 我就是拿着 一样是先用高跟鞋踩那个鞋布 我就到现场去感受 林真真当时 导演跟我说过故事 或跟每个人 我怎么跟那条街人相处的 我就开始踩高跟鞋开始走 除了踩高跟鞋以外 家里每天踩那边数钱以外 就是因为我自己没有很长时间学过舞蹈 我甚至就在家里自己在那边跳舞 就是我在找一个感觉 就不管了 我就是播那时候年代的音乐 我在家里做 我在房间里做所有 我觉得她会做的事情 结果我那段时间都关在房间里 我家人应该觉得我有点 我都很奇怪 而且重点是 没有演员要做功课啊 你在做演员功课 在进入角色里 你知道当时我确诊 我就把自己关起来 那时候还有隔离这件事情 然后我就把自己好好的关着 那时候已经有点开放了 所以不是在拍这档的时候确诊 是在我在做角色功课前 所以大家都非常非常安全 只是说我在 通常确诊的人不在里面就是休息吗 或什么 我在里面制造很多噪音 有点嘶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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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各种什么东西都来 然后报的剧本 什么东西都没拿都不吃东西 我请我妈拜托拜托 帮我门口放那个东西 不是要放了我们就要走 然后我们就从门口或缝缝拿 递出来 我忘记拿剧本了 一个大杆忘记 我说你可以帮我推进来吗 塞进来我要拿那个剧本 他说你没要吃饭喔 我说我要剧本等一下 就是大概是你这样子 就是你这样的境界 就觉得很谢谢导演找到我 所以我很不想要辜负他的信任 我就对我连绝诊都在 所以这个入围女配角是你自己努力来啦 当然也是要很谢谢导演看到你 导演怎么会看到 怎么会想要找义儿蓝眼这个角色 因为我看到报导是说 冠婷其实在你们在写剧本的时候 其实他就是你脑中出现 就是希望他可以来演这个角色 也让他来演 白瑞英当然是一个插曲 那义儿呢 义儿是在 我们在找这个角色的时候 我有一天 因为我也喜欢看运动 然后你知道那个YouTuber 就会一直推播 推播 就会推播所有的运动的什么 有的没有的 我就看到了叫做职棒美女开球 或者是美女职棒开球之类的 奈美女嘛就要看嘛 看看看看 咦 就看到她 那我马上跟那个 casting说 我想见这个人 问问看可不可以见得到这个人 这样子 那其实后来我回想 我其实之前也看过义儿的电影 我之前也其实在电影中 回家有search过这个人 只是真的没有特别的留住了 有些事情就是时间过了之后 他又淡掉了 总之那次就说 跟那个 casting说 我们约约看这样子 然后就见面了 然后见面之后 我觉得那天聊天聊的是愉快的 我们只做聊天 聊天我觉得是愉快的 会有一些不确定 会有一些好奇 也有一些吸引人的地方 我觉得最关键最关键 我需要一个世系 我需要一个世系 所以我们 我跟制片说可以 我们安排一个世系好不好 那个世系不是在什么 表演教室这种 我们直接就请他去 那个西门甸的金师楼 营业中的那个金师楼 然后让他在里头 包括走来走去 摄影机来看他的反应跟样子 我那一天觉得非常非常吸引人 我很喜欢 我很喜欢 我很喜欢演员有荧幕魅力 荧幕魅力对我来说非常重要 没错 这种魅力不一定是外表 对会原置形形色色 这某个人某些特质 某些能量 有点抽象 我懂 总之有魅力的人 就是会在荧幕中会发亮 我那天认为他非常亮 所以那天决定 那天决定要 当然我们单方决定了 不知道他的意愿 就询问他的这个意愿 所以当下 其实我跟你讲 如果你今年真的拿女配 你要在西门丁金师楼 就办一桌那个流水戏 还要再去职棒开球 还要再去职棒开球 然后再去职棒开球 那你就一瞧了 是不是 那是你被看到的地方 你在那边走来走去 导演就觉得 对就是刘逸儿了 这样好像很好玩 很好玩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青春有主见 他们最亮眼 POP有够近 吃喝玩乐最有劲 11月25号礼拜六 早上10点钟 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 是我们的导演 肖亚全导演 老狐狸这个电影 以及演员刘逸儿 导演刚刚 他在说 我刚刚是开玩笑 西门丁金师楼 要摆流水戏 如果你真的 今年拿奖的话 但导演 那时候逸儿 到底做了哪些事情 你知道现在 叫逸儿去回想 说那时候做了什么事情 他可能很难回想 他不见得知道 他不知道 是哪一个动作 跟哪一个moment 导演觉得对了 好 我先说一下 我所看到的刘逸儿 我觉得他自己 其实都准备好了 我所谓的准备好 就是说 他作为一个演员 他可能某些技术 或者是心理的建设 其实某个程度 他都自己都完成了 我们能够做的事情 其实通常是 给对的舞台 或者是有些地方 他可能可以 有自觉的加以运用 比如说 刚刚聊到的 就是说角色 每个角色 其实都有 人前人后的空间 没错 人前人后 人前人后 常常是表演里头 非常好的工具跟技术 其实要讲人前人后 虽然说是表演 很好的一个技术 可是其实说穿了 那就是我们 每一个人的人生形状 没错 没错 但是这个就一直在考验 每个演员他平常 认不认真在生活 而且就是 有没有在观察 做的戏不戏 对 好的演员 因为一直在观察 他其实一直会捕捉 这种资料库 对 就是一个银行员 在没人看到的时候 是在干嘛 他那个日复一日 他通常会引起 他哪些特质 对吧 这个这种 诸多的观察 或者说一个 怎么样的 你要突然要演老板 那老板其实 内在或者背后 是什么回事 这种可能都来自人生的观察 那那刻 那刻我觉得 我们在 我说我们在乱 我们在世系的时候 大概跟他说的 就这件事 就是人前人后 让我看到人前人后 在人前你怎么样 在人后你怎么样 我觉得是类似 这一类的这种 提议 比如说 我的确是请他试试看 剃牙 在人后的时候剃牙 人后剃牙是个 老实说是个 不好看 跟有点粗鲁的行为 可是他很真实 可是我必须说 我有时候去 上餐厅吃饭的时候 我就会看 其他做的人在剃牙 我就一直很想要知道 他为什么 会可以这么放松 在剃牙 他到底做些 他是做什么职业的 那个你说的是人前 对不对 他在餐桌上 是在餐桌上 会剃牙的人 我就一直很想知道 他是什么样的生活背景 下来的人 因为我都会被教导 不可以这么做 不可以这样子 对 所以他是在 什么样的背景 他什么样的家庭 出生的人 长大的人 他会这样做 你一定是被有一些 教养所教育的 就是说这事 不要在人前做 对 那我们就非得 在人后做了 对 所以这个就是 很有趣的地方 很有意思 那时候跟他提说 人后的时候 说你剃剃牙看看 他有点惊讶 他说这样 好吧 我说你试试看 那他做了这个动作 做了人前之后 我觉得非常有魅力 刘雨儿 你是因为蒂亚被选上的 谢谢 后来我进入这个世界之后 你知道我还跟他提说 要不然我还抠一下内裤 还是什么 有点多了 太多了 还是乔内衣 太多了 你冷静 你冷静 后来就来乱讲话 因为蒂亚已经 一开始是问他 后来进入他的宇宙之后 就开始乱讲了 对啊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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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好你没有什么 给我乔内衣 有有有 他也讲过这个事 他讲的 因为我觉得你那个点 刚好拿捏的是刚刚好 我觉得蒂亚已经很OK了 弄内裤太多了 还好你没有弄内裤 有被他阻止 我很容易失控 因为你在里面的角色 其实是有 各位来 这个电影已经上了 好不好 已经请大家进电影院看 老狐狸 大家就会知道 我们在讲 有艺儿的人前人后 但是我觉得 在这整个电影里面 其实有两个很鲜明的角色 当然今天艺儿在现场 也有的都有跟这两个人对要戏 也都很相关 一个就是你的老板 谢老板 沐依大哥 嗯 沐依大哥 对 诶 导演怎么会想要找 陈沐依大哥演这个角色 原因是因为我以前看到他演 都是比较社会底下阶层的人 他很有依靠的那种 但是在这里面演的是一个 钱赚很多 很懂得这个 社会上的阶层游戏 怎么玩的人 我这个角色 那个角色也试了非常多的人 然后也尝试过各种的组合 而且他今年也有入围哦 他也入围了 对 他也入围难配 他入围了 嗯 我觉得最关键最关键的那个决定 是因为 他很像 大概我跟监制的这个解释 就是说 他很像 我讲台语就是 他最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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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最像谢老板 啊可是他在访问的时候 说他私底下都不是这样 那个是他自我感觉的 他就温文如氧 这件事情我很愿意吐他吵 这他自我感觉的 他就是那个样 对不对 请直说 嗯 你说个性的那种 你干嘛把野人拖下水啊 我愿意直说 没关系 他就是这个样 他就是这个样 他就是这么的臭屁 他就是这么的外显 他本人就是 但他说他很温文如氧 他都穿拖鞋 我要爆料 他都穿拖鞋 只要有时候到处跑 他的自我感觉就是这样子 但他其实 所以他其实就是谢老板 又臭屁又外显 但是呢 我在我自己的脸书 提过这个事 就是说 我觉得他外表很像 很多气质很像 之后呢 我觉得这还不够安全 我开始 请他吃饭 我煮饭请他吃饭 煮饭是煮饭请他吃饭 你没有叫他剃牙吧 他不需要吃牙 没有没有没有 他不需要 我煮饭请他吃饭 但我一直想要 知道他外表之下 可能是什么 我懂 喝一杯吧 喝一点 最厉害 怎么样种种种的 然后一直聊一直聊 我开始觉得这个家伙 其实是个很文艺底的人 陈慕毅大哥是文艺底 他其实是我的学长 就是他其实是课班的 他是学人派的 他的社会观察 或人文的这个关注 其实非常的深 天啊 我跟你讲 我觉得他 我觉得他是职业伤害 因为他都是演一些 就是社会成员 所以我们就一直觉得 陈慕毅大哥就是应该是 很开口的 然后现在他说 导演的形容 对我来说就是 最简单就是 他是文青派 他这个文青 他骨子里头是个文青 What 只是 就好震惊喔 只是 你要再回到 回到台湾 自己的一段过程 他我们养成 男人的方法 是这么养成的 我懂 我觉得这是集体社会的 这种需求跟养成 我们养成男人 是这么养成的 我们的男人 其实有文艺的时候 都会被压抑 对 是吧 因为他们都期待 你要怎么很阳刚 而且要怎么赚钱 然后在外面拼搏 我们的社会的期待是如此 这诸多种种的这个理由 很多人他们其实会 隐藏他自己的一些事情 是 显现他一些事情 是 这木屿的那个骨子里头 那些人文的东西 比如说我们 这些我绝不说了啦 就是说诗底下 我们开始会 诸多的这种 很多的 跟诗 跟作者 跟文学有关的事情 他开始会 倾巢而出的说 他的 他的这个感受 下次我邀请他 我节目缴四书五金 但是他外表显现出来 就是要这种阳刚 跟这种 那也是一种伪装 跟武装 是 我非常喜欢 我觉得他最像的原因 一定包括这个 就是说内心 比如说我形容 那个谢老板 这个角色是 他是从 讲了一条河 他是从河的那边 过来这边的人 对 所以看到了解 就是那小孩 他们在那边 他其实是动的 对 他并不是 先天就在这里 他是从那里来的 所以 他是从了解 他们那一群人来的 他从那里来的 对 你说 陈木屹 他其实就用我这个特质 他其实是从那里来的 他本人就是这样 我喜欢这个角色的设定 如果这个谢老板 他的角色 只是单纯 他就是一个有钱的老板 那就没有 对 就是那个 生命的厚度就美了 就是我为什么 会觉得那个事情很两难 就是因为你是从 河的那一端来的人 他说出了 他为什么要过来的原因 他那一段我好买单 因为他是从那里来的人 所以他懂 他懂了之后 他一定吃了很多亏 他一定看了很多事 他为什么现在选择 遇到任何事情 就是喝一口冰凉的水 眼睛闭起来 然后关我脾气 所以观众在看到 他这样选择的时候 对他的同理心就更高 没错 我不讨厌这个人 我们的困扰也会增加 对吧 那就是你刚 你稍早说的困扰吧 就是我的困扰啊 是 就是因为我不讨厌谢老板 所以我才困扰 他这么选 我要跟他一样选吗 我们的困扰会被带出来吗 我觉得这是一种共鸣 你怎么可以拍一部电影 让大家如此困扰 我本意是要解决我自己的困扰 结果让大家更困扰 你要解决你的困扰 然后后来我就变得很困扰 然后现在看戏的观众 都觉得很那么困扰 因为你是一个四块的人 一个就是嘴脸那么讨人厌 然后的一个有钱既得利益者 但你却没有办法讨厌他 所以我们就很困扰 好吧 如果回到这个说故事的人 我听到你这么说 我会觉得很棒 好像我这个角色是成功的 这样的说故事是好的 我反而觉得 刘冠婷这个角色 我该怎么说勒 我该比较隐性 对吗 刘冠婷这个角色 一开始我是一直都很喜欢 就直到了谢老板出现了 那个价值观之后 我开始有点偏离 偏差了 我开始有点摇摆 我开始有点不是觉得 我应该要同你 开始觉得爸爸是失败的人 对 然后我就心想说 我不想要当一个失败的人 那我要不要当一个失败的人 难道我就是要当谢老板吗 我到底要当刘冠婷还是夏老板 好棒 我觉得好烦 这边好烦 好棒 不是 是因为冠婷这个角色 就是这个社会 我从小被教导的价值观 这是我妈妈 但是 我也不是说 我们没有办法去批评 父母到底教导我们价值观好不好 但是 总之 我们一直开始被教导就是 这是一个良善的世界 我们应该要与人为善 我们应该要 就是做个好 可是在社会上 你真的出社会运行之后 你才会知道 逸儿你懂吧 完全一直在点头 是吧 有没有可能 有没有可能这个事情其实是真的有 有阶段性有时代性的 也就是说某些的方法 他在 比如说90年的时候 在30年前他是适用的 没错 他今天并不适用 没错 然后他 我们今天适用的也许30年后并不适用 没错 是不是有一种可能也许是这样 因为如此 这可能是我的看法 因为如此 我并不认为我父母他们那个时候做的是错的 在他们的时代那么做是对的 然后今天我们可能要找一个 属于我们这个时候的方法 每次这样想的时候 当然 你会很想切割一件事情 就是说 那有没有比较更恒长的 不变的某种东西 贯穿前30年后30年 如果有那个东西 你好像会觉得比较更有 有答案吗 我 我很想知道答案 我其实觉得 我们就讲同理心好了 同理心的呈现 可能有不同的风格 有不同的程度 在不同的时代 可是也许这件事情的可贵 其实是超越时代的 说不定 我最后待会最后一段 我们进个广告 最后一段我想跟导演讲 在冠婷演的这个角色 当然 他的演他的儿子的 白云演的这个了解 他并不知道他爸爸到底 做中间到底经历了哪些 最后做这个决定 总之就是他们没有 好我不能讲 总之就是做一些决定 但如果我是那个孩子 我知道这一切 我会气死 我会气死 大家自己进训练去看 为什么会气死 他告诉我 告诉导演 你们导演有没有气死 我要气死 如果今天有个大 天大的好机会 然后我爸妈就这样子 给我拱手 我让他们不会 进广告 晴天雨天 每一天都想你 POP RADIO 是我氧气 POP RADIO 就一起 在一起 青春有主见 他们最亮眼 POP有够劲 吃喝玩乐 最有劲 老狐狸这个电影 我个人大推 因为我觉得 假设如果你是对于 人生有一些的体悟 譬如说 你已经出社会 经历了一些事情 你就会觉得 你的人生一开始 在被这个世界教导良善 到后来 你会不是很确定 这个良善 是有办法进行吗 或者是说 也许你一直保持了良善 有没有可能会被伤害 所以我那天才发了一篇文 我说也许良善之前的那一道强势 我们必须要先懂得保护好自己 我们再来良善 导演那个电影 因为今年入围了七项金马奖的大奖 也特应都办个几场 对 是不是听说观众非常的买单 目前的反应应该很不错 那观众 您是不是太客气了 您 您刚刚没有开麦之前 不是这样讲吗 观众好可爱 观众出现了一个很特别的现象 就是非常少评论是很短的 很少说很好看 或者说很少说很难看 我还发了一篇文 对 几乎都好长好长 所以我相信这是电影有造成他们某些的撞击 才会有这样的回应吧 目前看来很好 我非常努力希望再继续突破这个同温层 让更多的人可以看得到 我觉得要讲人生啊 还有再讲人生价值观这件事情 我觉得那不是属于 譬如说不是属于林真真的故事 也不是属于廖界的故事 也不是属于廖 太来 太来的故事 也不是属于谢老板的故事 其实我觉得每一个人在这个老狐狸 这个电影里面 你都可以找到 某一些你觉得价值观 是不是这样的影子 好吧 所以我觉得 对 对啊 我们都会 我有时候会拒绝 说叫做 沉默意就是老狐狸 嗯 我不是 我觉得他不是片名的那个 没错 意思不是指这个人 没错 真的是一个价值观 嗯 一个态度 或者是什么的 的片子 而且我以前对于老狐狸这三个字 我爸妈如果用这个字 或是我爸妈拿来形容别人用这个字 我都会觉得那个人应该是很奸诈狡猾 那个人就是我们所谓社会上会评断的 他就是 坏蛋了 坏蛋 嗯 但是你在看完这个电影之后 你就会觉得 嗯 No 这个字其实他本身没有正或反 嗯 他本身没有加或减 就看你怎么去定义他 看你站在什么角度去看他 嗯 这才是我觉得是电影有意思的点 嗯 但我不得不说 我觉得是电影的色调 对 海报 对 方旭中老师太厉害了 对 那个海报的那个帽子 对 然后那个网上的那个街道 对 太好了 很棒 很棒 一切的 一切的 所有的组装都非常的到位 我好 我好 呃 幸运 其实我在某个程度会是一个收割这些 他们自己创作都很成熟阶段的一个 呃 内容的一个人啦 嗯 你不要夸侯志坚就好了 哈 哈哈 不行 我要把侯志坚老师讲话 侯志坚老师 音乐就是很好听 你承认一下 因为我跟他说天蝎做的 因为所有人都在夸音乐 我也不是很有风度 我就开始有点小心 我跟你讲 啊 我可不可以爆雷 哈哈 我跟你讲 我最喜欢的音乐是哪一个 我最喜欢的音乐是 那一整段只有音乐 但是发生的事情都很残酷 嗯 的那一段刚 可以偷讲场景吗 哎呀那 太 我太开心了 因为那个不是侯志坚做的 那是小邦 哈哈 哈哈 对不起侯志坚 我好喜欢你 你喜欢那一段 我好喜欢你喜欢那一段 我好喜欢 太开心了 我本来要帮他说话 结果我还没帮他说到话 I'm so sorry 大家进去电影院看哦 我跟你讲 各位我不能爆雷 因为那一段太重要了 那一段 是我整部电影最喜欢 谢谢 因为 虽然看起来很残酷 但那就是人生 对对 谢谢 我跟讲人生 人生啊 就是近看是悲剧 远看也许就是喜剧 但是也许在这个电影里面 我现在还找不到喜剧的成分 先让我好好想一想 我先消化一下 好各位 老狐狸真的很好看啦 大家进西渊区去看 当然也预助导演 跟预助艺儿 上台拿奖 来 西门丁金师咯 我等你 好不好 六水席 哈哈 谢谢 导演一起哦 最后我们来听一下 动力火车的焦啊 为什么要播这首歌 因为这首歌也很洗脑 就是CD推进去就 我唱太难听 我来听那个动力火车 为电影老狐狸主题曲焦啊 谢谢导演